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曲老师啊 您还没有开会去啊 没有 请假 刚才有个家长来找我 他的孩子不爱去孕 问我该怎么办 开了什么会啊 校长做动员 教育原造 曲老师 你报个报名 咱曲老师还没有结婚呢 怎么的也等把结完婚以后再去是不是啊 结果结婚倒是小事 主要是我父亲脑血栓了 需要人照顾我 你父亲脑血栓了重不重啊 挺重的 刘老师 麻烦您帮我请个假 我父亲那边有点事 好 你走吧 好 我们跟主任说 好 谢谢 好 谢谢 妈 我爸怎么了 我是管不了了 你去看看吧 王玉珍 你上来 王玉珍 你上来 王玉珍 爸 怎么弄成这样了 王玉珍 你上来 我来吧 你把我屁伤 你把我谄成这样了 你不 yêu 保姓让他们来 王玉珍 你上来 想我了 王玉珍 你上人 你把我活还忘了就不管了 你给我上来 王玉珍 爸 你再喊 我也不管你了 我不用你管 我就找王玉珍 你让他上来 王玉珍 爸 再不弄了啊 病成这样了 能不能安静点 再见吧 你说话我 我听 我不喊了 爸 以后您要接手了 您给我说一声 咱不往这床上拉尿 好吗 干凉啊 有的时候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喊了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管啊 他是装的你知道吗 他整个人是装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装的呀 好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 我看不懂 你看这儿 你看这小黑点 医生说了 这是轻微的血栓 就这点小黑点 根本不可能构成天摊 也不可能大小便失禁 你说他这不是装的是什么呀 你说你装脸型 你别把屎尿都给我拉在床上啊 你 你这不是折磨我们吗 你 你太不想忘记混蛋姐这 不想让我们人家活了是不是 妈 曹家亮 我跟你说 我真的哭不下去了 我跟他离婚我去单位出去 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 我走了我 我又受不了了 妈 你俩怎么不吃这刀鱼 不都喜欢吃这个吗 秀秀 好 来 吃 你妈专为你们俩腌的 咸的正好 好 昨天碰你三姨了 她不是在那个外企当会计吗 我跟她说让她给你找个工作 她说他们那个销售部正好缺业人 答应了 她答应跟老板说说 一个月六百多块钱的工资还有提成呢 你们还敢让我拿提成呢 你们还敢让我拿提成呢 刚好三姨说 不要让她提我操心了 我有工作了 我有工作了 有工作了 在哪儿啊 一刷肠 一 一 哪个一刷肠啊 是啊 秀秀她没啥想啊 这 这可太好了这事 秀秀那天跟我说呢 说你看我姐 能说会道的公关能力这么强 要是到那销售部去干去 那多好啊 你看你又有了工作 又能帮着你妹妹 这不一举两得的事吗 是 是 现在已经过去不一样了 懒 懒活太重要了 你们今儿俩要是 真能在一块合作 那一定干的 特好 你们二老同意了 同意 这还能不同意啊 你们同意有什么用啊 秀还没表态呢 没准啊 秀还不同意呢 是吧秀 不可能 这么好的事秀能不同意 这打着灯头都找不着的 是不是 那你就表个态 来 他要是真想去上班 我欢迎 可是你们问问他 他是真的想去上班吗 这怎么回事啊好 谁 秀 是谁 叫梁哥 快进来 去书的病好点了吗 还那样 找我有事儿吗 你 你昨天和我姐吵架了 好 吵了 提到我了 提到了 你姐问我恨不恨你 我说不恨 她就活了 后来我还说 我说正好啊 你和我爸 都是咎由自取 怨不着谁 她就更活了 然后就大吵一下 怎么了 她为难你了 她今天去我们单位了 她问我 你为什么不恨我 还说 还说我们两个 过去就有事 现在 现在还在背地里 偷偷摸摸 你姐是不是有神经病啊 从来都是这么胡搅蛮缠的 你别理她 你越理她 她就越上理 我也不想理她 可是她说 从现在开始 就要上工厂和我一起上班 还说要坐在办公室里 跟我较劲 她怎么这样呢 她过去那么风光 现在 到这种地步 我们也应该理解她 理解 她还是我说那句话吧 咎由自取 怨不了别人 人到了情绪最败坏的时候 可能就不讲理了 不说了 我还要去上班呢 我先走了 再见啊 红哥 咱俩炒股得了 我以为哥们要炒股上了 挣太多钱了都 炒股炒股 炒你个头头炒 你懂吗 再说哪儿来了股本啊 大银行啊你 你说的吗 咱俩有手艺 就饿不死 现在到哪儿哪儿不要 有药的吧 你还不干 谁啊 谁 盼美侠呗 人看见你在鸦路江 发那篇稿子的 还有你照片 你喜欢的不行 他说了 你只要跟他谈恋爱 他爸给咱投钱办场子 慧哥 问同意点啊 你是不是想把我给卖了 上来吧 我搭你一段 印刷车间的记价标准 它的反应定得有点高 不高 他们是跟过去比高 现在什么生产能力 一点不高 咱们再算一算 别说得那么早 对 好好坐下 藏在美中空花 好 好 那排版的事你们再上 回来了 吃了没 没吃啊 哟 我没给你们带份 吃过吃的 吃过好 我没吃 姐 啊 我们领导班就要开个会 你能不能先回避一下 不是 你们这上午不是刚开完会吗 怎么下午又开啊 上午不是没开完吗 我说秀啊 这领导上头啊 三令五声的说 不让你们文山会海 你们怎么顶着上呢 这生产啊 不是靠开会开上去的 那是靠石盖 知道不知道啊 领导爹 我们领导班子是新组建的 总得把工作安排一下嘛 这话我爱听 你们赶快 都做呀都做呀 好好开个会 有什么关键的地方 我还可以给你们指点指点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 姐 你坐这儿不太合适吧 吃吗 吃吗 走 换个地儿 你怎么来了 正好 你坐在这儿干什么呀 等你呀 荒唐 这又不是我单位 也不是我家 你在这儿等我干什么呀 说得对呀 这也不是你单位 也不是你家 我为什么在这儿等你呀 可我怎么就把你在这儿等着了呢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什么问题 问得好 说明你们两个关系不正常啊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 别火啊 千万别火 有句古话说的好 有理不在身高 我今天来这儿啊 其实本来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看看 你跟郑秀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就是想看看你会不会来 就是想看看来了之后会不会发火 结果 结果 你来了 发火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们两个关系不正常啊 说明你也太关心他了吧 我这上午刚来 你这下午就窜来了 嘉良 你也太沉不受气了 你是怎么让我那么丢脸呢你 你怎么不跟他沟通沟通了 这不是漏馅了吗 怎么说你们两个问题 郑郑 你有狂产病啊 逮谁要谁 守着这些人说这些话 你不怕丢人吗 不 我就是有狂产病 怎么了 你们都不怕丢人 我怕什么呀 我今天就是要当着这么多人面 把这事说清楚了 郑秀 你说 你是不是想把曲家梁从我手上再夺走 要是是 你就大巴方方说一句 我拱手让给你 好不好 但是话说在前头 你们俩要好 你们就公开的好 不要在底下偷鸡魔狗的 哪有当死人啊 啊 姐 你不就是看我当日厂长难受吗 这厂长我不干了 我跟咱爸咱妈去卖咸菜 你看我活得了活不了 行 太好了 那我能接班吗 只要他们同意 厂长就让你干 秀秀 你别赌气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 正好 走 咱们回家 那你谁啊 你干嘛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呀 我是你男朋友 我是你未婚夫啊 我男朋友 我未婚夫啊 你他妈干嘛来着 刚才干嘛对我那么凶啊 走 咱们回家说的 放开 走 松手 走走走 你给我放开 走 放开 走 我喊了 我喊了 少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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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放开 正秀 我告诉你 你跟屈战狼没个好东西 你们一段狗男女你们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开会 你干嘛呀你 你瘋了你 你疯了你 你不想好了 算你说对了 我就是疯了 我今儿个 我就不想好了 我问你 秀是谁啊 她是你妹妹啊 我没这样的妹妹 从小到大 我也没这样的妹妹 你干什么 你没完了你 我就是没完 怎么着 少让她在我面前装淑女 终了什么淑女 使什么心眼好 要不是她 我工作能没吗 要不是她 我能差点进监狱吗 你们俩 提挥 你知道吗 今天我已经证实了 她 她跟秀儿她们两个人 一直背地里头勾勾搭搭 她一直藕断撕连 她还不承认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谁胡说八道了 你给我送她 你说 别怕丢脸 刚才已经都丢尽脸了 来 现在勇敢的 诚实点 你是不是心里有秀 你是不是跟秀儿 一直藕断撕连 对对对 是不是 我 我心里一直有秀 徐辉 你听见没 我一直跟秀儿 藕断撕连 行了 她承认了啊 齐口承认的徐辉 你听见了 你别以为秀儿是好 你别说 回去 回去回去 回去 蔡医 这看来秀儿跟屈家梁着 呦 这秀儿 也不是这种人呢 听正好瞎说呢 好好睡吧 嗯 小梁 谢谢你 谢谢你 妈 和你商量件事 什么事 说吧 我要和正好结婚 结婚 什么时候结啊 这个礼拜天 你干吗这么着急结婚啊 我爸都这样了 你管吗 结了婚 他 正好可以过来帮把手 他帮把手 你想什么呢 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正好 我也没接受过他 你说咱们家 有你爸这么个祸水 就够瘦的了 你也把这么一个小魔鬼 弄到家里来 咱家的日子 咱家日子没份过了 不行 你也甭跟我商量了 我不同意 我知道你不同意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同不同意 我都这么决定了 给你打上招 好 我不管 你去接吧 你接你的婚去 我不管你的事了 你们演点事我都不管 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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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什么来人了 灰哥 灰哥 这个是灰哥 你就是许灰吧 你可比照片人好看多了 是吧 长得帅吧 灰哥坐坐坐 灰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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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咱真的 在家里走 我 Ε几 grenades 别 går了 看人家姑娘来了 你也不提前告诉我一会儿 这家里哪都没收拾 大姨你坐 我给你倒碗水 不用大姨 我不渴 exit 索头 etz 你咋个事你 怎么了 那天我不说给你带来吗 就带来了 你神经病了你 我让你带的 人家看了你照片急的 说就要想见见你 姑娘是个爽快人哪 阿姨你可说对了 我这个人可爽快了 我妈都说我心直口快 我这个人是嘴上有什么 我就说什么 我妈还说了 是我这个人好教不藏见 看出来了 姑娘啊 我们家的情况啊 可能你不了解 这你都看见了 这家里啊什么都没有 阿姨你不用说这些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苗春蕾早就跟我说过了 我这个人吧 找对象的标准啊 就是看人 人好就行 再说你看餐衣年岁大了 人家的条件特别好 是不是过来以后 我就想死了 我这个 我这个 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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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爸还说了 这小伙子要是人好啊 还给出钱做个买卖什么的 出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 是吗 你家那么有钱呢 可不是吗 我爸这几年可发了 估计能有个五六百万吧 太野 五六百万啊 哎 要是今年这个工程完了 还能挣个二百多万呢 哎呀七八百万呢 好 亏子 亏哥 亏哥 秀 你怎么来了 家里来客人了 是 来个客人 你有事啊 我们厂那个机床坏了 你找个时间给休息 行啊 明天我和鼻子 就去你们厂给你休息 这回不会让你白忙活啊 你说什么呢 我们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嘛 那行 那你们先聊着 我先回去了 那我送送你呢 哎 阿姨 这姑娘是谁啊 啊 这是我一个邻居 长得可真漂亮 萧儿 你晚上没上课 晚上 晚上没课 你回去吧 回去吧 你回去吧 来 小鑫 慢点 进门说这边低点啊 好好嘞 拐 拐大伙 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啊 干什么呢在这儿 想不想挣钱了 这个放这儿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们都得搬走了 佳梁 怎么回事这是 佳梁 佳梁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妈 你回来了 都出去出去你干什么 走走走走 好不容易买的 磕着了吧 这活干的一边一个 你们谁是头啊 真的 真的 好 这儿 佳梁 你这儿真的要结婚啊 我是这儿像是开玩笑的吗 那正好同意了吗 我中午就跟她爸妈说去 我说佳梁啊 你这真的是太幼稚了 你说正好她能嫁给你吗 那个时候啊 你爸在官位上 他看住了是咱们家的条件 当然了 当然了 你也很好 你也很不错 你说现在 你爸掉什么没什么 官也没了 还弄得这么一身病 你说正好她能嫁给你吗 我看你啊 也是白布置了 最后竹篮打鼠一场空 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知道 好了 好了 我来吧 擦擦汗吧 好 这鸡床还行吧 太可以了 你们印刷厂 留这么多鸡床干吗 对 原来近的 说是机器坏了 修个什么价的 现在看来这没什么用 这也太浪费了吧 这么好的机器 时间长不用就成废铁了 可不是吗 美侠来了 修得怎么样了 这快修完了 快点 今天中午 我老爸有接见你们 是吧 在明珠大酒店 昨天晚上回去 我把辉哥的情况 跟我老爸一说 我老爸可满意了 这 这不 今天中午啊 就要见见 对 辉哥 中午我陪你继续啊 这鸡床卖不卖啊 鸡 卖的话 咱们买了吧 咱们买的 你们俩要是开个鸡床加工厂 准能赚钱 好主意 来来来来来 咱们问问厂长 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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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鸡床 你就是厂长呀 你不是辉哥他们家邻居吗 对 我是他邻居 对 也是那个印刷厂的厂长 是吗 了不起啊 这么年轻就能当厂长 车床卖不卖啊 可以商量 出个价吧 只要价钱合理 我把它买了 这房子也卖给我们吧 辉哥 你说行不行呀 辉哥 看看再说吧 小心手啊 秀是越来越能干了啊 小咸菜做的比我做的多好吃 聪明啊 这聪明就是像谁吗 哎 像我 有好事就往自个头上来哈 像我 秀 你说你像谁呀 我像你们俩 这死丫头多贼呀 哈哈哈 不得嘴人是不是 爸妈 要是我以后什么都不能干了呀 我也去卖咸菜得了 你们俩卖老正咸菜 我就卖小正咸菜 咱们比着看谁能卖过谁 瞎说啊 年纪轻轻的卖什么咸菜啊 没出息 你别说 人不是有句话吗 叫你越怕什么事 那事就越来找你 没准我以后真就去卖咸菜了呢 不许胡说八道 谁呀 来来来 哎呦 嘉良来了 郑叔 赵姨都在呢 哎呦 你看啊 这干嘛 这给谁送礼啊这是 这是孝姐您二老的 也五十年不五十节的 应该的 好在吗 在 好 好 嘉良来了 喊什么呀 来的来的 这怎么说话呢 来干嘛呀 我来找郑叔 赵姨商量点事 那什么事 说呀 郑叔 我和好呢 都出了一年多了 我们两个年龄也不小了 我那想把我们两个婚事啊 给办了 哦 想什么时候啊 呃 如果郑叔赵姨没有意见的话 我想这个礼拜天 就把事给办了 行 星期天 那星期天 那不就是明天嘛 干嘛这么着急啊 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 好过来呢可以帮把手 是 这 这时候用人 哎 那好回来 你怎么没说这事啊 呃 我呀 是想给好一个意外惊喜 哈哈哈哈 我是挺意外的 可是我一点都不惊喜 你怎么就知道 我一定会嫁给你啊 你也太自信了吧 咱们不都是和 咱们都出了一年多了呀 出一年多我就要嫁你啊 这话说的 你不是说你爱我吗 是啊 我是挺爱你的 你心里每天想的 是我吗 恐怕你心里每天想的 怎么甩掉我吧 那你还和我相处啊 对啊 我就要跟你相处 我看中你爸的官 我看中你爸的官 你们家还有钱 你们家还有钱 现在你爸官没了 全没了 还贪了 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 好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谁不厚道 你是说我不厚道啊 还是说她不厚道 不是 你 她是想和我结婚吗 她是想为秀儿做解脱 我说对了吗 我说秀儿 要把她从我手上抢走 她就跑来跟我结婚 明明不爱我 还要跟我结婚 是我不厚道吗 我说家梁 你为了秀儿做的牺牲 也太大了吧 你却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这和秀儿有什么关系 我爱你也好 我不爱你也好 可事实上我们已经 我们已经走到内部了 我要不娶你 那我不把你害了吗 这个借口号 这个借口号 我说不出什么 但是你一定要这么说的话 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跟薛佳良一点事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床单是怎么回事 是 我洒的红色钢皮水 是 我洒的红色钢皮水 正好 你太过分了你 我过分吗 我过分吗 我替我自己想 这事儿不算过分吧 我问你 我在你们家睡一晚上 有谁会相信咱们两个 没有发生过什么 妈你信吗 我 我 我 爸你信吗 连他们都不相信 有谁能相信啊 那没办法 我只能让你相信我们两个有事情发生 我还没说完呢 今天要还你清白了 满意吗 薛佳良 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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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受伤害的是我 好同学们 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有个通知要传达 下个星期五上午八点钟 有个考试货币银行学 准备参加考试的同学 下课到我这儿来报名 准考证下堂课发 好 同学们下课啦 行 慧哥 你怎么来了 找你有点事 什么事啊 我现在遇到了一些麻烦 什么麻烦 我想了很久 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说吧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你知道我们办工厂的钱 是美霞的爸爸给出的吗 美霞就是苗春雷那个朋友 对 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们出这笔投资吗 我知道 他不就是想和你出对象吗 这都能让春雷给介绍的 那天中午 我和美霞的爸一起吃一道饭 他爸爸对我印象挺好的 所以 就同意出五十万 作为投资 给我和春雷办一个 机加工的小工厂 可是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我们工厂开业的那一天 就是我和美霞结婚的日子 我怎么也没想到 他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说明美霞爱你 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 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出来的 钱虽然不能衡量一切 但有的时候 他可以表达感情 当一个人亲近所有 去帮助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又不是出于利益 那就是真情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交换吗 我没觉得 你应该把它当成一份真情 如果你爱他 你就接受他 如果你不爱 就不要接受 可是我并不爱他 那很简单 那就不要接受他呀 你还在犹豫 我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 我有什么意见 我没什么意见 笑了 有些话 我就直说了 你不要生气 你说吧 我不生气 我想问你 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 如果有可能 我绝不会接受梅霞 也不会接受他的投资的 如果没有可能 那就说明我没有爱情 我可以去梅霞 也可以接受他所有的帮助 我可以去梅霞 你能回答我吗 是不是太为难你了 如果你很难回答 就算了 其实梅霞她挺好的 人很朴实 也很真诚 我并不是让你来评价梅霞的 我是问你 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 为什么 别问了 慧哥 你是个好人 我不想耽误你 是不是因为你是厂长 我什么也不是 你要是这么想 你就这么想吧 你走吧 回家吧 我们一起走吧 你先走吧 好 我的天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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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